吉隆市目前新冠肺炎确诊数已经突破200例 其中确诊死亡个案有11例 致死率高于全国平均 对此林友昌表示主要是因为年纪偏大 加上多有慢性疾病 我们的年纪的确是偏高 那总平均的话大概是77.8岁 这个比中央比全国的一个平均 就是往生者的一个平均 还要高6岁 所以我们吉隆的这些往生的长者 的确年纪是比其他的县市是高得多 那这是一个年纪偏大的原因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都有原本就有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糖尿病的有四位 那有心脏病死的大概有两位 那有肝癌病死的有一位 那有慢性的肾病病死的有两位 牛昌表示除了加强医疗诊治 也希望能提早找到确诊者提早收治 因此他再次呼吁与确诊者足迹重叠 会有出现疑似症状的市民 可以主动前往筛检站进行筛检 有出现疑似症状 发烧流鼻水喉咙痛 瘦味觉丧失或者全身酸痛 还是你的生活的足迹 跟我们公布的确诊个案的足迹 或者是这些场所有所重叠 觉得自己有风险 想要筛检的民众 都可以透过预约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透过扫这个QR Code 进行线上的预约 或者是拨打快筛的专线 因确诊者长者致死率较高 牛昌也透露 基隆疫苗快打计划将推升级版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 美区将不只设立一处快速施打中心 本来是一区一个快打中心 我们现在可能一区不只是一个快打中心 我们可能会多设 那现在思考是因为 75岁以上的长辈行动不方便 那如果要跑很远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奔波实在是也没有必要 而且75岁以上的长者 可能还需要家人的一个陪同 所以我们现在一区 可能不只设一个疫苗的一个施打点 我们可能会更多地方来做这个设置 另外金融市6月10号新增12名确诊者 其中一位是仁山路全家便利商店店员 这家店目前已经暂时停止营业 还有多位属于护理之家住民 另外锡子工业公司确诊的检验员 四名家人也都染疫 这是60多岁的护理之家的住民 他是案9039 以及8787 还有12168 他们三位的室友也是同寝室 那他们都是一间房间 有四名的这个住民 那本来就是红区的高风险的接触者 那他在6月1号的时候 是PCR采检是阴性 那现在因为我们执行护理机构 加强版的管理准则 那我们是在第0天第7天跟第14天 会采PCR的筛检 那他是在我们的加强版的管理的 这个执行的里面呢 去筛检出来的 刘二昌也公布6月9号 两名确诊者足迹 提醒由于确诊者足迹时间 及地点重叠的市民 千万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记者张启滩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